520过后短短三天 大陆果真又来挑衅 以惩戒台独之名 在台湾周边举行军演 根据解放军的演习地图 列出五大红区包围台澎金马 同时发布一组越海杀器的组合海报 列出歼20等解放军战机 加强文攻武嚇 大陆还有军事记者登上东部战区的 易洋舰采访 号称远跳彭嘉宇 在我身后就是号称 台岛北部门户的彭嘉宇 不过这一切其实都被 我国宜兰舰海巡全程紧盯 画面远处的船舰 就是大陆记者登上的易洋舰位置 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 面对大陆恫吓 我国国防部以中英声明严厉谴责 国防部另外制作中英字幕影片 以守护自由民主为题 批评中共东部战区不理性挑衅 我国国防部海空兵力全力应对 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华民国 外国媒体也高度关注 这次的大陆演习 相较两年前 佩洛西来台这次军演 并没有在国际上公布 需要划设的导弹或进航区 日本NHK也大篇幅报道认为中国此举事想向赖政府施压 朝日电视则认为中国想借此切断台湾经济命脉 大陆军事评论员坦言就想封锁台湾 台岛它是孤悬于海上 意味着台岛一旦发生战争 一旦对台岛实行封锁 台岛就可能变成一个死岛 到底台湾人如何看待军演 路透社来到金门采访 发现观光客心情不受影响 反应其实很淡定 毕竟从封建时代到现在已经二三十年了 如果真的要发生战争 或是说要攻打 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打进来了 相反的没有新闻 言论自由的北京 民众回话小型意义 表示一切得看官媒如何引导 事实上大陆文宣战确实不容小觑 CN报导大陆已经进化到 制作大量AI身为外国脸孔帮忙称赞中国 有些自称是俄罗斯美女只爱中国男性 我热爱这片热图热爱中国 部分AI影片被发现 盗用一名乌克兰女网友的脸部和声音 有些文宣还拿来批评菲律宾 民众一时不察很容易受骗上当 中共从520起动作频频 最近还在官媒首秀全新突击运输型直20直升机 在机迷加装球形光电装置 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卡伦卡 形容中共早是周边海域的海上恶霸 去年更演练过青台 大陆不止对台湾对整个印太都是一大威胁 本新闻综合的内政